大家好 又是我Bethanie溫哥華房地產經紀 今天我為大家介紹這個全新樓盤 它的發展商是PROD 這個新樓盤會有一房、兩房和三房的選擇 面積是由479呎至1200呎的選擇 我們現在進去參觀一下 現在我為大家介紹這個C7的Pen 它是兩個房間加Flex 還有兩個洗手間 它的室內面積是896平方尺 現在我身處於這個 因為它沒有一個示範單位 我就用了Virtual Tour 為大家介紹它的Layout 這兩個房間 其實我手指指著這個就是那個入口 就是一個entrance 而這個 冰箱後面的位置 就是左手邊 這個後面 就有一個Full Bath的洗手間 這個全套的洗手間 就位於冰箱的後面 我們看到這裏 其實是一個 兩邊的接疊門的一個closet 因為我通常都在一個intersection 先介紹一下那個分佈是怎樣的 我現在慢慢轉身就去到這裏 看到直望有一道門 這裏就是一個Flex的位置 是一個書房的位置 它是沒有窗的 就是一個Flex的書房 我們再轉身 再看多一點點 這個就是launch room 上面是乾衣機 下面就是洗衣機 它是用Samsung的這支牌子 我再轉一轉 轉回去 其實我身處這個廚房 那我就將會介紹這個廚房 但是這個分佈是廚房 跟著這裏就是dining room 然後再下去就是living room 直到外面這裏有一道門 就是一個陽台barcony 我先介紹一下kitchen ok 這個kitchen 我由這個雪櫃開始介紹 這個雪櫃是GE的牌子 是一個三門的雪櫃來的 這個雪櫃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 都有一些收納的空間 ok 現在我們在看這個 就是淺色的color tone 跟著之後 我就會再展示一下 它深色的color tone 的分別 主要 其實大家會知道 待會再看一個對比 就會是地下地板 會是同一個顏色的 至於它的分別 譬如這個countertop的顏色 就會是深色的 就會是深色的 和這個有不同的淺色 還有kitchen的breadfresh 有分別 還有就是kitchen的carbonate 它都會是深色的處理 是的 至於 待會我進去那個on suite的bathroom 你也會看到 它的countertop 都會是深色的 還有櫃門方面 大家可以做一個比較 至於是地板 和那個bathroom 和tile都會是有分別的 ok 現在言歸正傳 我先進來這個廚房 這個ge的雪櫃 這個爐頭 也是ge的牌子的五眼爐頭 下面的烤箱 也是ge的牌子 至於Hood Fan 它是採用AEG 這個building的Hood Fan 是有分別的 OK 我們再轉一轉身 再看一看 OK 我們看到一個 清盤 洗手盤 洗手盤 一般你看我的影片 其實 它所有的單位都是 洗手盤附近 都會有一個dishwasher 一個洗碗碟機 這個洗碗碟機 那個牌子 就是這個 也是一個ge的牌子 至於微波爐 它也是採用AEG 這個microwave 這個牌子 OK 好了 我們轉回來這邊 看到有一個island 它後面還有一些貴的 這個桌面 就是一個淺色的桌面 如果是深色的color tone 就會是深色的 待會我會很快地 在這裡再轉一轉 一個dark color scheme 給大家做一個對比的 大家現在看到 它可以放到三張high chair 在這邊的color top 可以做一個簡餐 或者當作一個食飯桌 如果做食飯桌 前面dining room 這個位置 就可以節省 不需要有一個dining room 那你的living room 空間就會比較寬敞 但是這個單位 因為都足夠長度 所以擺一張tining table 都不會太阻定 OK 現在我們去 dining room 那裡看看 我們先走到前面 我們在living room 再轉一轉身 再回到dining room的位置 OK 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就是dining room 這個dining room 你會看到 是放到六張椅子 這裡其實 你可以選擇 跟它用一個實色的桌面 因為地板是一個淺色 它用這個顏色 也是相當配襯得到的 你也可以選擇 用一個透明玻璃的桌面 去做dining table 至於是伸縮的話 我就不建議做伸縮了 因為你看看 Bird eye view 其實這裡的走廊空間 已經不太多了 所以我建議 不要再做伸縮了 因為如果 你做了伸縮的話 後面的空間會很窄 令這間屋好像很窄 有很多東西放 那就不舒服 不好看 就像它這個 尺寸就可以了 如果你選擇 玻璃的桌面 透明的話 這些椅子 我建議做一個 比較 contemporary的椅子 你是用一些高拳 用金屬 或者皮 做一個桌面 也可以的 做一個椅子 椅子 也可以的 那就不要用這個 實色的椅子 這樣會比較 如果你轉了 這個玻璃 contemporary 你後面的 HIGH CHAIR 都相對應該是 用皮加一些 金屬 HIGH CHAIR 就會比較 適合 OK 至於這裏 場邊 你可以做一個 擺設 像它這樣 但你會覺得 這裏 好像差一點 這兩度 其實你可以選擇 去擺 電視都可以 因為 如果你要擺電視 大家吃飯的時候 都可以看到電視 你擺左邊 也可以 右邊 也可以 現在的電視 在牆上 可以有一個 那個angle 可以轉的 Till Up Till Down 也可以 或者是轉左 轉右 也可以 你可以選擇 擺這裏 或者擺這裏 也可以 OK 視乎 我想擺這裏 可能 都是 OK 的 因為擺這裏 你如果在這裏 吃飯的話 那這裏 可以看到電視 是不是 另外 另外 因為 其實 Living Room 都有一個地方 可以擺電視 但是 因為現在的電視 其實不是太貴的 我想 一千元以內 你都可以買到 相當大的寸數 的電視 你平時擺這些位置 那電視 如果不是拿來看 你可以 run一些 好像水族館 或者是一些 countryside 的 一些 loop的 一些 scene 或者是一些 很舒服的 一些 海底環境 那 都可以是一個 生活的 點絕 OK 那 現在 我就再轉回 去 Living Room 那裏 我現在 剛才 跟大家說 放電視 那這裏 其實也有一個 電視位置 那這個 電視位置 其實大家可以 選擇 我看回這個 長的scale 如果 看回Bird Eye View 對比 那個 梳化椅 的話 這個是一個 三乘二的 梳化椅 的size 那我估計 這裏 其實可以放到 一個 最頂部 65至75吋的 電視就好 至於85吋就太大了 因為 由電視 至到 梳化椅 距離 那我覺得65至75 已經是 maximum 以至於 因為現在的音響 好像Sono 或者Bose 那些 一些很小型的喇叭 都可以做到 一些很好的 效果 所以 就是這個 聽 那個size 是配合 那些小型的喇叭 還有那些 hi-fi system 都很足夠 可以令到 一個很好的 影音效果 OK 再說回 梳化 這方面 現在是做一個 三乘二 我覺得都OK 的 看看你有多少人 但是這個 我覺得 都OK 的 因為 你 說起來都是兩房 那你起碼 兩 至四個人 的一個 這個 容量 在一間 這個 這個單位 裡面 都會的 所以 這個 人數 數量的 一個 梳化 也是適合的 至於 這個 桌面 我覺得 略為偏大 可以做一個 小小的 桌面 Coffee Table 它 沒有下面的 一些 Storage 你可以選擇 如果你是做四方形的 一個 尺寸的話 但是 我想 不如走回 圓形的路線 因為 始終 客廳的空間 不是那麼大 如果你做四方形 可以碰到 整損的 手手腳腳 那就不是那麼好 做一個 小小小的 圓形的 Coffee Table 就會比較適合 OK 這裡的櫃 你可以選擇 矮一點 和扁一點的櫃 去做一個電視櫃 就比較適合 OK 這個是一個 8尺 10寸 的 施領 樓底 所以都 差不多接近 9尺 所以 空間感 都不錯 沒有一個 壓破感 前面 這裡 就是 客廳 右手 邊 有道門 可以出去 露台 現在 客廳 我們看到 正面 這裡 其實 是有 兩個 十字 右邊 這個 十字 其實 有一個 房間 在裡面 這個房間 就是一個 獨立房間 沒有洗手間 而 正面 直入 這個房間 就是一個主人房 它有自己的 套間 洗手間 還有 它有自己的 walk-in closet 不如我先去 一房間的 bedroom 看看 我們現在進去 我進去 一房間的bedroom 看看 OK 這個 一房間的bedroom 在 這個 右手邊 它有一個 大窗 我們可以看到 外面的風景 因為 這個是一個 單邊的單位 它會配合到 在床的 左邊 和右邊 分別都有一個窗 會增加 室內的 採光 而大家看到 它其實也有 手柄 它這裡 是可以 開到 來 再 流入一些 新鮮的空氣 亦都有 它自己的窗簾 可以遮 一些光 如果不需要的話 OK 現在我就是 給我一點點意見 在這個單位 裡面 可以怎麼做 OK 現在我就 看看 Bird Eye的view 現在 其實 這張床 其實 不會太大的 我看應該是 Double Bag 左右床頭櫃 前面 就有一個位置 和一塊鏡子 如果 以我的選擇 大家 如果大家 純粹拿來睡覺 不需要 太多功能的話 這個選擇是OK的 因為 前面這裡 可以擺電視 睡覺 左右 有一個櫃 就可以舒服 但是 如果大家想 比較實際 的話 這張床 可以 打直 擺 然後 這裡 可以配合 一張書桌 這裡 配合 這張書桌 就可以享受到 天然光 在這一邊 進入 你的書桌 暗 這張椅子 就可以 調整 光線 而 桌子 也可以長 長 少 去 擺一張 辦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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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t chair 可以很窄 沙桌 房子 也都不想 其實原來 所以你想 墅家 書桌 最好 就是 從這裡 下段 Д 其實 衣櫻 其實這個衣櫃是一個燙櫃 所以它不會說開了門會頂住了你的床 所以那個空間其實可以就到一張直床 然後加一張書桌在這裏 加一張office chair在這裏 這樣就適合了 我們現在回到平面這樣看 這裏其實是 如果這樣直床你可以放電視 如果不是的話 那你在這裏直床之後 那你沒有辦法 那電視方面就比較難處理一些 那如果你真的放了這張床直床的話 也可以選擇我之前有一個concept介紹 你這張床在這裏 床頭對著這裏 那電視做不到 你可以在上面做一個 電動式的 拉那個screen下來 然後在床頭做一個project project的畫面在這裏 那你也可以做到一個看電視的效果 好 當你看完之後就把那個幕拉上去 那也不會影響到你那個開山衣櫃的方便性 那這個房間我就說完了 那現在我們就去另外一個房間看看 那我再介紹一下 那我再介紹一下 左邊這個就是 去回Living room那邊 而右邊這個就去Master room那裏 那現在我們進Master room看一看 OK 現在我們進了Master room OK Master back room這裏 那其實很快就說一說 那這個Master room 左邊就是它那個on street的洗手間 而右邊呢 這裏有一個corner 你可以是 待會我可以介紹一下 那至於是 這裏就是剛剛進來的那個門口 那這裏就是一個牆 那這裏就是一個walk-in closet OK 那我由這裏開始說 剛剛我進這裏進來 那這個牆其實就會比較窄一點的 那它是不適宜擺一個太大串數的電視 我想32至40吋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呢 其實你可以照掛一個32至40吋的電視在這裏 那但是呢 你也可以選擇在上面做一個下拉幕 電動的一個screen line 自動下來 那在床頭那裏就做一個projector 可以射個畫面去這個screen那裏 那也是啦 不用的時候就按一個按鈕 就是把screen烫上去 那這樣就回復回正常的layout 那至於我走回來這邊 那這邊呢 其實這裏呢 這裏呢 這個角落頭呢 其實就不是說太大的 那可以做一些什麼呢 其實呢 我看一看一看的Bird Eye 大家就會比較容易地了解 OK 可以回復回Bird Eye 因为这张床 这个房子是放不到King size床的 放一个Queen就差不多了 而这里的位置 我想你可以放一张不太深的小桌子 但是就不要放一张办公桌 不要放office chair 因为office chair通常有五只脚 你一落床就会顶到一只脚 如果你在这里放置 就放一张椅是四只脚的 一躺躺进去就躲在桌子底的那一只椅子就适合一些 至于你放了一张桌子 床头櫃这边就不要再放床头灯了 或者在这个墙上接一个like 或者现在都很流行的 有一些可以掛出来的一些灯 你可以就这样放进去床的backboard backboard 那裏 就有一张灯可以做一个床头灯 你可以保留一个床头櫃 或者是放一些耳朵 或者一些小小的杂物 方便你睡觉的时候使用 OK 至于这里 这边就是洗手间的位置 这个洗手间就是 on suite 我们现在进去看一看 OK 那我们进去这个on suite里面 那它也是有窗 那不是一个黑尺 有窗帘 可以关上窗帘 那这个 它是一个小小的洗手盘 那就是单洗手盘 有个玻璃 玻璃镜 那小小的countertop 那这个收纳空间不太多 那你会是 就是尽量去管理 那个物件不是太多 可以放一些电动牙刷 或者是有一些 梳的那些 不是太常用的那些 封筒 你放回到柜桶 那就是 那就是 如果有一些 譬如卫生纸 那些你可以用 walk-in closet 那里放 那它有马桶 那这个洗手间 它是一个stand-up shower 来的 一个玻璃 去到差不多这个高度 是的 那都不错的 是的 那毛巾挂架 是的 OK 那一个 很简单的 一个 layout OK 那 这个就是 Master Backroom的on suite 是的 那这个 现在我出回去 Master Backroom 那这个Master Backroom 和 On suite 和这个单位 我就可以 介绍到这么多 之后 我就再 会 行一个 很快的 Black Color Scheme 给大家做一个 比较的 和大家走一次 那个 Color Scheme 那这个是Dark Color Scheme 主要的分别 在地板方面 不会太大 因为是一样的颜色 那主要它的分别 地板是一样的颜色 那 那个 主要的分别 都会是 那个 Counter Top 的颜色 是的 就会深色一点 还有 那个 櫃门 就采用黑色 这个颜色 的 还有 Kitchen的Breadfresh 都会是深色的颜色 都挺有型的 那么 至于 是 这里 看回 那个 Island的桌面 都是以深色的Color Tone 去做一个 颜色来的 和Light Color Scheme的分别 主要就是这里 地板 一样 都是同一个 和Light Color Scheme 一样的 那我现在走回去 Living Room 其实因为地板一样 所以 大家都不会见到 和Light Color Scheme 有什么分别 那么 回到Beadroom 里面 因为 Dark和Light 都是同一个 色地板 所以分别 都是不大的 一样的 是的 现在 因为 我现在进去 Master Backroom 看看 洗手间 分别 就会大 一些 因为 Bathroom 的 长 Tile 和 Counter Top 都会有 颜色的对比 那么 我们现在 进去 看看 这个 是Master Backroom 大家 经常看 地板 都是同一个 颜色 没有分别 没有分别 是的 那么 长生 也是白色 那我们直接 进去 洗手间 看看 那这个洗手间 看回 它用一个黑色的 升盘 是的 和深色的 Counter Top 是的 至于 它那个 櫃 下面 的櫃 都是用 木色的櫃 和Light Color Scheme 是一样的 那 至于 那个 大一点的分别 就是 Bathroom 这个 长生 那个 Shower 后面 那些Tile 就会是一个黑色的 颜色 也挺有型的 你看看 这个黑色 有些光打下去 那 看看个人需要 那 这个 也是一个不错的 选择来的 最主要 你自己是对 那个颜色的 Color Tone 就是一个 最重要的 Priority 那 这个 可以做一个 参考 好了 至于这个屋卷呢 就有两个Color Scheme 有Light Color Scheme 和Dark Color Scheme 那 它那个分别呢 其实主要呢 就是 它中间这一部分呢 是share的 都是common的 例如是 地板 Bath room cabernet 还有其他 这里呢 它是会有一部分 common share 那其他 好像这些 长砖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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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会有不同的 对了 好了 那这个发展商呢 就是Port 那它其实呢 都有53年的 建筑经验的历史 那它就 都发展了很多不同的项目 那 那譬如是 Port Moldy 和 Habita Vancouver 那其实 以我所知它 还有些servie的项目呢 都是 起了很多low rise 的 那所以呢 它那个 repetition 和craftmanship 呢 那些客人和我呢 都感觉到不错的 那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Port 谢谢 谢谢 Deposit structure 和价钱方面呢 就是以下的 详细介绍 那它 签合约呢 就先付1万元 然后呢 就 7日之内呢 就付5%的Deposit 那然后 第三个Deposit呢 那它就会在 2022年 2月28日之前 就付了 那 第四个Deposit 就是最后的Deposit呢 就是 你 肯定 確认了合约之后 那个Date呢 的365日 就是一年之后呢 就付了最后的5%的Deposit 总计是15%Deposit的 那至于价钱方面呢 它Studio是479尺 至到497尺 那 由低50万开始 那它还有其他的 一些 流房的一个 户型可以选择的 譬如 一房加Flex 500 至691尺 一房加Flex 再加Roof Deck 就是673 至761尺 两房加Flex 就是722 至895尺 兩房加Flex 再加Roof Deck 就是800 至972尺 而三房 或者是三房加Flex Roof Deck 就由 949尺 至到1200尺 不等 至于停车 位方面呢 它就是 有一个停车位 包在裡面的 那 除了是Studio之外 那 那预计成交 日期就是 這個 秋天的 2024年 那 管理費呢 就 估計是 5毫 一 先 每一個 平方尺 至於 這個屋苑附近呢 周邊的配套 非常之豐富的 那 它除了呢 就鄰近有 那個 Commercial Boardway 的Skytrain之外 Skytrain 之外 Skytrain 還有 Towl Lake 還有很多 Restaurant 銀行 還有 Shopping 還有 Auto Dealership 你看完這條片 就會更加了解 附近有什麼 旁邊的配套 五個啦 做好 Ten Ten C C Ten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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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都喜歡這條片 請你按個like 按按訂閱 還有按鈴聲 還有按鈴聲 那以後有什麼新片呢 你就會自動收到通知的啦 多謝各位 拜拜